大家好,我是Stan 因为以酒驾咒势接受审庭的Kim Sayon 今天法院公布了一审结果 而之前庭审时曾苦诉过自己生活困境的Kim Sayon 昨天却被地社爆料在酒吧完排后 Kim Sayon今天在法院前面对记者表示 自己并没有苦诉过生活困境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4月5号首尔中央法院以违反道路交通法等罪名 对Kim Sayon判处了2000万韩币的罚款 而在上次公审过程中 Kim Sayon方声称在酒驾事件之后 因为经济情况问题有在打过 Kim Sayon本人也亲自公开了几张 自己在一家咖啡厅打工的照片 但马上这家咖啡厅就声明 从未正式雇佣过Kim Sayon而引起了争议 然后就在一审判决前一天 地社公开了Kim Sayon在酒吧喝酒完排的照片后 再次引发了对Kim Sayon所谓的生活困境争议 然后在今天 法院判决了Kim Sayon罚款2000万韩币 也就是说Kim Sayon方苦诉的生活困境 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而Kim Sayon出庭后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不是你苦诉的话 就是律师自己苦诉的 他怎么一直给自己制造这样的争议呢 在酒驾后 大家都变得默不作声的理由 现在看这个孩子终于明白了 过个两年回归的话 只会出现一点点杂音后 大家就会忘记的 但他怎么一直在不断地自己夸大这件事情呢 很像是电视剧里出现的 不听律师的话 一直闯祸的委托人一样 律师尽力了 但委托人不反省 这里那里喝酒完排 自己都搞砸了的感觉 所以对于Kim Sayon的发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不想在同一个面试遇到的 面试直接通过相对的女爱的我们 Red Baby Wendy Ive An Eugene Oh My Girl Hyo Jung Stay She Sum In Apink Jong Un Ji Mix Haywon Kim Say Jong Sonyoshi de Tsai Hyang Twice Jiho Sonyoshi de Yuna 你看他们的眼神都好闪亮可可 遇到他们其中一个 我就会马上放弃面试的 Yuna是一进来 应该就会拍手喝歌的相 Tsai Hyang是以后也能做CEO的相 我直接回家吧 所以大家觉得 哪一位女爱豆是 最面试直接通过相呢 阿